虽然我国驻孟加拉最高专员署昨天宣布开放让留学生寻求庇护 可是有学生就透露可能有超过90名我国留学生还没有转移到最高专员署大楼 担心他们会缺粮 孟加拉政府为了控制局势延长了宵禁令 飞机航班取消或无限期推迟 让许多人想逃也逃不了 而政府断网也影响了资讯传播和沟通 在孟加拉农业大学就读的诺莎奇拉接受第三电视访问时表示 他在上个星期五和一班我国留学生返回国土 可是据他所知还有超过90名我国留学生没有转移到最高专员署大楼 由于一些手机通讯软件在当地已经无法使用 所以能够联络上的都是已经转移到最高专员署的人 断网导致了许多学生无法购买机票返马 而更糟糕的是示威浪潮两个星期以来 许多店铺紧闭大门 他担忧这些藏身在校园内的学生随时可能断粮 聚集料中最新的专员 感谢大家要求联系一下 忧众 莎奇拉接受 责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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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责物 责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